民主党的这个初选 那本来是这个桑德斯 这个看起来是蛮有希望的 但是前副总统这个拜登的实力复活 在过去前几天的这个超级星期二呢 14周的这个初选里面拿下10周 那显然看起来现在拜登又有希望了 不过在这个节骨眼呢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有关于这个 桑德斯在弗奔特州当市长的时候 Donald Burlington Burlington 市长的时候 有访问苏联 是不是他被苏联吸收了 成为这个这个姓名或怎么样 那因为美国跟苏联之间 跟早期苏联跟现在的俄罗斯之间 还是存在的非常微妙的关系 上次川普总统大选 也有存在的类似所谓通俄门的问题 郭平刚才可不可以帮我们 简评一下这个这个节骨眼啊 纽约时报讲的把这个旧文啊 冷饭热炒的可能性在哪里 当然我想他是给桑德斯打标签啊 也可以叫抹黑也行 这个美国人普遍对苏联的很反感 而且苏联已经解体 那过去那条制度肯定是错的 这么一来呢 你把桑德斯和苏联联系在一起 当然会增加人们对桑德斯的反感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种 桑德斯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他过去对古巴也表示过 也有很多称赞 但是呢确确实实 桑德斯他的主张 是和西方的和欧洲那些社会民主党更接近 而和原来的苏联和中国那种共产党的社会主义 其实相距是非常远的 所以这点 你看我们看桑德斯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主张吧 那比如说要提高最低工资 要建立全民医保 要公立大学 要实行免费 当然这样子一来呢就需要钱了 你要增加福利就需要钱 当然就要有更高的税收 但是他主张呢主要是收那些富人的税 得五千万以上 以上了这些人的税等等 那他的主张当然有很多批评了 说需要多少到多少钱 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显而易见呢 这么些主张 其实在欧洲的一些国家 是已经实行了的 你看包括像在台湾 那个全民医保这方面 那也是早已经实行了的 所以把这些主张 你要打成 把他看成是可固去中国 苏联是搞的那套社会主义 等量器官显然是公允的 那桑德尔斯他这点他也很清楚 所以他老讲 他也不做太多的解释 他说他懒得花太 他要解释也是个没完 所以他也不做太多解释 那么这一点呢我想 其实大多数选民还是清楚的 桑德尔斯之所以能够在美国 在民主党方面赢得那么多选民的支持 那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从来就是很反社会主义的 那么桑德尔斯版本的社会主义 显然和共产党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点我觉得 尽管我这桑德尔斯主张 我并不支持并不赞同 但是我觉得指出他的主张 和共产党那个社会主义不一样 这点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 现在你把接老底 把桑德尔斯过去和苏联那种联系 恐怕对桑德尔斯的选情 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更何况他选举搞到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的 那桑德尔斯的票都是一些铁票啊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反正我们就是要支持他 再加上呢 你想比如说像沃尔伦他退选 那么他的经济主张 在民主党的各个候选人中间 和桑德尔斯比较接近 那别的很多人退选了 那他就表示对拜登的支持 或者他们的选民呢 恐怕也会比较多的转向去 收拜登的票 但是像沃尔伦的选民就不一定了 支持沃尔伦的人 我相信恐怕其中不少会转而投桑德尔斯的票 因为他们两个的经济主要要接近一些 那么一来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把这件事桑德尔斯过去的老底兜出来 其实对选情影响是非常非常有限 那么桑德尔斯我觉得这次之所以胜选不大呢 那就是在上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超级星期二 就已经表明 民主党的主流 他们觉得 还是不愿意像桑德尔斯那样的走得太远 他们愿意 尽管他们很多人 对拜登原来并不看好 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拜登之所以败不复活 出很多人意料的 居然成了民主党最热门的候选人了 那就因为大家觉得相比之下 相比起桑德尔斯这种主张来说 拜登的还更为可取一点 因此我对他们这个选 民主党方面的选情估计呢 我还是倾向于认为 拜登这个出现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你刚才讲没有错 胡平 那个美国媒体一般也认为 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个显示的结果 这个也让民主党的选民 有一种两害相前取其轻的这种感觉 为了防止这个桑德尔斯出现了 所以只好转而支持 赐好了这个拜登 当然他们最好的候选人在哪里 大家都不知道 那那个旭光 你那个胡平大哥刚才提到的这一点 纽约时报把这个1988年 这个桑德尔斯的旧文 拿出来炒作一番 您的看法呢 对 我要想起一个人叫江泽民 他倒是在那个苏联 实习过一年 有人就说 那江泽民在苏联被发展成 蒋经贵也在苏联留过学 对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办法 得到确认的消息的话 那桑德尔斯只是进行了一下访问 工作访问 要缔结姐妹室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纯粹给你造印象的 因为一般人不会去看那个报道的细节 那你像这个标题 这桑德尔斯是苏联那样的 那就是说这个话题本身你一谈 那就是给桑德尔斯惹来麻烦了 但是这个对桑德尔斯呢 应该他是很经典的这种欧洲社民党的这些主张 他是这个社会主义 跟中国大陆不太一样 不是那个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那个社会主义 他是就是停在那的 停在那 所以桑德尔斯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也不反对资本主义 那这很清晰 他就是这个欧洲的那个社民党的线路 当然他和那个里根的线路 那个撒切尔的线路 新自由线路 但是不一样的 但美国呢 他应该你可以追溯到罗斯福呢 追罗斯福那个线路上来 那么如果说美国遇到一个大的这种经济调整 那么桑德尔斯可能是 就会有非常大的戏 我当时看到呢 就说美国是在调整的前夕 但是呢不是简简单的经济变动 你看那个从2016年川普出现 川普出现那就是民主党建制 共和党建制派就没挡住他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你看得很清楚 民主党的建制派要党这个 要党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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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他成功的给他搞下来 这次要再搞一次 那是为什么就说是两党都拦不住川普 可以这样讲 因为所谓两党的建制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形成了非常像了 就是两党的政策很像 那只是一个就是说是政客们的利益分配 跟你的政纲关系就不大了 党派不同意 那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不高兴上帝也不爽 所以就派一个川普出来 让川普出来 因为川普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人 他也是民主党人是吧 那你那个他改换阵营的 那你桑德斯呢是长期的是独立这个 是个独立党派人士是吧 独立人士 那么他以这个民主党这种 要竞选这个民主党候选人 所以我从某种角度看起来 不管是川普还是桑德斯 他都带有一种革命性质 就政治革命的一个性质 没有泛泛而谈的 就是说要对现有的秩序 要发生要有一种 一个大翻转 一个颠覆性的 就是无论是川普和桑德斯 他都只不过两人的政见不同 但这个政治格局必须变化了 这个是透出来的 就是说透出来了 人民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 因为当然很多人 就是我看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 有的共和党人说 如果说这个拜登初选 那我就选拜登了 我就不选川普了 因为民主党人 共和党人很多人看川普早就不爽 但是如果是桑德斯 那他就会继续投川普 投川普 就是这两位老先生 在一老一少 反正这几个都是老先生 都是老先生 川普算小的 川普算年龄青年 七十四岁 对这这一老一少 都是革命派 都是革命派 那么都是对原有的建制系统的一个挑战 所以呢 你像这个 前一次我们分析 布隆伯格 川普和桑德斯的时候 我的看法和小平比较近 就是布隆伯格已经有一个 伊万锋了 不需要第二个了 那这个 拜登呢 他实际上其实传统势力 传统势力有没有可能得胜 真不好讲 真不好讲 我倒认为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民主党派出桑德斯出马 这个就有可能有变局 如果说还是拜登的话 不排除再出现一次2016 就是我的这种看法倾向 你看法跟小平博士比较像 跟胡平大哥比较不像 可能都是革命党吧 就是我就是对他这个了解 就是这个 他这种 桑德斯对这种 冲击力 我还是很看好的 很看好的 滕教授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拜登 这个代表所谓的民主党的 温和派建制派 有没有可能成功抵挡 那个左派社会主义的这个桑德斯 然后跟彭博一搏 他的命运会不会跟上一次希拉蕊一样 还是有可能一搏 你的观察呢 我想这个以民主党的高层 他们的看法还是希望能够 这个拜登能够胜出 那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民主党 不管你是这个就是很自由派的 还是你比较温和派的 大家都要把川普拉下来 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在民主党边是一致反对 不管是谁出现 都是要把川普打败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我就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记者问一个温和派的共和党人 因为各位一定要了解 很多共和党的人是非常厌恶川普的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川普他在做人上的一些强硬 这个不合理的作风 很多共和党的人是也不希望投下川普一票 但是他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就什么问题呢 就是那你要让我投谁 所以如果他们看到是商的商选要来竞争 那他们就投不下票 为什么 因为共和党的人认为这个桑德斯事实上是太激进 刚刚两位专家都讲了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是拜登出现 那我可以愿意支持拜登 所以民主党的高层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们现在不管谁比较有能力 还是什么纯粹从政治的立场来看的话 他们认为拜登的出现是有机会可以吸引到所谓的独立派 甚至于温和的共和党人的票 那因此就可以更加深这个胜选的机会 好谢谢 谢谢你的评论 也谢谢滕教授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讲评跟分析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紧 那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讨论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等一下中场休息之后 我们这个回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来讨论